中国与达达斯坦之间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 在2017年 达达斯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额 对比上一年增长了50%以上 达到了5.655亿美元 达达斯坦共和国非常重视发展 同中国的全面合作关系 尤其在增进友谊和加强共通上 2018年和2019年是中俄的区间合作年 而达达斯坦共和国就处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当然我们也拥有最大的原材料基地 为了在俄罗斯实施各种项目 中国的商户和投资者在达达斯坦会找到一个可靠的战略伙伴 以示你们在俄罗斯开展以及实施自己的项目 达达斯坦最大的中国投资商是海尔集团 每天有超过1000台冰箱在卡马河畔切尔尼的海尔工厂里生产 便利的位置是海尔公司在这里建厂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里不仅可以快速地向俄罗斯最大城市提供产品 还可以很方便地向欧洲国家出口 达达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地区中心 俄罗斯市场在战略上非常重要 因为它不仅有着广袤的市场 同时还是俄语国家 而俄语国家人口超过两亿人 因为这几个原因 在俄罗斯生产投资是有益且必要的 首先无关税 其次在特殊税收区域 投资商有现成的基础设施 资金优惠和税收优惠 在这里对投资商更便利 冰箱厂成功开设后 海尔集团决定在卡马河畔切尔尼建立一个工业园区 将有12个工厂 办公室 展览中心 住宅区 社会基础测试等等 将创造5000多个高科技工作岗位 第一家工业园区的工厂 将在这里生产洗衣机 达达斯坦共和国 免费为工业园区提供土地使用 今年10月 中国贝加尔集团 在达达斯坦另一个城市 夏卡姆斯克的先驱工业园 投入采钢钢卷的生产 在达达斯坦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山东贝加尔公司 在卡马河畔 夏卡姆斯克市 经过8个月的紧张施工 建成了生产彩图 企业 卡马钢铁 责任有限公司 我们计划年产量8至10万吨 为当地解决就业人员100人 目前在其他领域的相关项目 也陆续开始 相信在达达斯坦政府的支持下 一定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谢谢 我们正在加快发展 我们的生产已经超过了商业计划 在2018年底 我们会投入生产的第二阶段 投资而不断增加 我们计划向俄罗斯 多年提国家 已经尽力国家提供我们的产品 凯利公司销售与维护 一系列最高标准的超声诊断系统 和视频内窥镜设备 目前凯利公司 在达达斯坦首都喀山的科技城 Himglat推出内窥镜和超声波装置 英德尔公司在喀马河畔切尔尼市的 Keepmaster工业园区生产大型家用电器的聚合物产品 由于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城市已经提供了54个高科技工作岗位 因为使用全自动生产系统 生产全日无休 每32秒就会制成一件产品 而生产材料均是由夏卡姆斯克和中国合作提供 喀山大学孔子学院 是一扇达达斯坦瞭望中国的教育窗口 孔子学院给世界所有想学习汉语的人 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不仅促进了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中华文明成就 而且在中国和各国人民之间 架起了文化友谊互相了解的桥梁 由于达达斯坦和中国的关系蓬勃发展 中国驻喀山总理事馆于2018年8月22日 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开馆仪式 今天上午下起雨来了 这是吉兆 雨水能够滋润泥土 使我们两国的友谊树生长 中国驻喀山总理事馆 正式开馆是一件重大事件 因为是中国在俄设立的第六个总理事馆 这意味着中俄友调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目前存在着有力氛围 我们是战略协作伙伴 两国家的领导人 普京总统 习近平主席 不仅是合作关系 也是朋友 当然 我们要懂得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在俄罗斯弗拉基沃斯托克举行 中国维柴动力部分有限公司 与俄罗斯卡马斯公司制造商 在该论坛上签署了创建合资企业的协议 将共同生产大功率柴油和燃气发动机 浙江省省委书记车俊 与俄罗斯达达斯党共和国总统明尼哈诺夫 共同签署了两地 关于经贸 科技 社会文化 及人文领域的合作协议 今天 达达斯党共和国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了最瑞的条件 减税减租 开展员工培训 协助法律支持 这一切是公司的更快发展 开拓市场创造的条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展 参照 拓弃